王老夫人将箱子给了林初九,整个人就好像松了口气,紧拽着林初九一百的手也松开了,不过仍旧眨了眨眼。 老嬷嬷弄明白王老夫人的意思后,便对林初九说道,小小姐,老夫人让你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 王家有老夫人镇着,那些人才没有乱,现在王老夫人倒下了,林初九要是大大咧咧地带个盒子出去,外面的人指不定以为,林初九拿走了王家什么好东西。 王老夫人到这一刻,仍旧在为林初九着想。 好,林初九本想先给王老夫人医治,可老人家的好意,她也不能服了。 盒子上有一把锁,老嬷嬷从王老夫人脖子上取下钥匙,递给林初九。 看,盒子打开,里面有一块墨色的令牌,还有一封信,信封泛着黄,一看就很多年了。 令牌的质地看不出,巴掌大小的一块却非常有分量,拿在手上沉甸甸的,令牌的正面是一个林子,反面则是一团花。 具体是什么,林初九也不认识,信的封口被火器封死,一看就知没有动过,信封正面,写着无儿初九亲戚,没有落款,可从字迹就能看出是个女子。 林初九没有急着拆开信,将令牌与信揣口袋后,便出去拿药箱,一出门,就被盲家三位老爷和夫人拦住了。 初九,母亲怎么样了?这是盲家三位老爷关心的事。 初九,你来了就好,家里出了大事,你一定要救救。 这是二夫人与三夫人,只是,他们没有说完,就被盲国公打断了。 好了,先问请母亲的情况再说。 外祖母的情况很糟糕,我去拿药箱。 林初九不愿意多说,盲国公本想说让下人去取, 可林初九却直接走了过去,一路跑到屋外,无视询问的下人,独自一个人钻到马车,将车门、车窗全部关上。 林初九从医生系统里,拿出医治中风的药,踢起药箱继续往里走。 林初九冷追一张脸,周身散发着生人目尽的气息,以至于他回来时,沿途无人赶上前。 正风瘫痪,就是现代也无法医治。 林初九不能医好盲老夫人的病,可却能让他舒服一些。 给老夫人输液后,林初九能明显感觉出,老夫人精神了不少,情绪也稳定了下来。 待到老夫人喝了些生汤后,林初九又给老夫人注射了有安眠成分的药。 等到老夫人睡着,交代老嬷嬷照顾好老夫人,这才出去。 初九,母亲还好吗? 屋外,芒家三兄弟与三个媳妇一直都在。 林初九神色疲惫地道,外祖母的情况稳定下来了,只是这辈子怕是只能瘫痪在床了。 说到最后,林初九鼻子一酸,眼泪就掉了出来。 芒家三兄弟双眼也是红通通的,不过他们之前就知道了。 此时再听一遍也没有那么难过,直到母亲没事就好了。 没事?怎么可能没事?除了脑袋外,哪儿都不能动,这能叫没事吗? 不过,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 林初九抹掉脸上的泪,问道,外祖母好好的,怎么会中风?发生了什么事? 她上次见,芒老夫人的身体还健康得紧,完全没有中风的征兆。 林初九一说,芒二夫人的眼泪就掉出来。 初九,母亲她是…… 芒二夫人气不成声,根本说不出来。 林初九立刻明白,一定是发生了大事。 到底出了什么事? 你表哥,二夫人哽咽地开口,三夫人早已哭倒在蒙三爷怀里,根本说不清楚。 大夫人也是一脸麻木,就像是木偶人。 蒙家三位老爷,则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 到底是怎么了? 林初九又追问了一句,大夫人咬着唇,不让自己哭出来,坚定地摇头。 什么事也没有,时辰不早了,你该回去了。 我不是笨,你们这个样子,我要怎么相信没事? 全家都一副愁云惨淡的样子,真的是没事吗? 初九? 大夫人刚开口,就被二夫人急切地打断了。 初九,有事,出大事了,你二表哥,三表哥,还有四表哥,都出事了,还有智儿,他也不见了。 二夫人口中的智儿,是蒙国公的亲孙子。 除了大夫人外,其他人见二夫人说了出来,都是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。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? 林初九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可怕的想法,忙郭公点点头,证实他的猜测。 就是你想的那样,他们被人绑走了,对方送来了三条胳膊,那三条胳膊和你三表哥的手一模一样,还有智儿的玉佩也在。 他们想要什么? 林初九对三个表哥没有什么印象,虽然听着也担心,可到底比不上蒙家人,所以他现在还能冷静地询问。 要你,要你三天后去城外望风芽,只有你一个人能去。 孙儿,虫孙与外孙女,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 芒娜夫人根本没有和林初九提起,而她在昏迷前,也警告过三个儿子,不许和林初九提起。 初九,救救你表哥,救救你表哥好不好? 好好,二夫人和三夫人跪在林初九面前,他们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,可是那是他们的儿子呀。 大夫人也很想开口,可想到老夫人对她说的话,她又忍了下来。 老夫人说,她现在是蒙家的当家主母,她必须端出世家大父的气度,她不能那么自私。 初九,这件事是我们蒙家的事,我们蒙家自己会解决。 大夫人压下心中的刺痛,麻木地开口,被绑的四个人,有一个是她的亲孙子呀。 大嫂,大嫂,二夫人和三夫人,原本就不抱希望,听到这话,更是绝望了,大嫂怎么可以这样? 你们莫不是忘了母亲的话,大夫人双眼低泪,却不肯哭出声来。 她记得老夫人的教导,她是蒙家的主母,蒙家的男儿已经养肺了,蒙家的女人一定要立起来。 二夫人和三夫人立刻晋升,蒙家三位老爷亦是低头,不敢见林初九,他们不想伤害林初九,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。 本章完。 本章完。